各位组长,还有各位站长,厂长,还有各位驾驶同仁,还有各位大力帮助我们公司能够顺利地把今天的28辆新车在10线之内完成的各位董事长,总经理,还有经理,非常感谢大家,请扫兴。 今天是我们今年104年新车52部的第一批的启用典礼,今天一共有14部宇通的滴滴板车,还有6部普游车,8部大巴士,今天典礼完毕之后,分别就由各位驾驶各站的代表开回各站来执行营运的任务。 新车获得非常不容易,原来在前两年的规划,今年的照理讲是不买滴滴板车的,为了我们能够更深层的来服务我们大台北地区的乘客。 所以再加上供应处把这个补贴款又延续了两年,所以我们今年跟明年毅然决然地把原来要换大巴士的这个金额,我们提高,然后来采购宇通公司的滴滴板车。 那希望来各位驾驶同仁,在执行这个新车的营运任务的时候,再三地提醒大家,一定要注意到行车的安全。 当你获得充分的行车安全之后,我们才有可能把我们的客服的工作做到尽善尽美。 这两样都做成了之后,我们才有可能吸引广大的乘客来搭乘我们新兴客运的车子。 那当获利增加了之后,大家的每个月的薪水、年终的奖金,包括大家的分红也会提升。 所以这些都是一连串的良性循环。 那公司在这一部分,就先从采购新车的第一步开始完成了。 以后就有靠有赖各位站长,各位同仁,大家的共同努力。 好好把我们公司的行安能够达到临失事的一个最高境界。 同样的也能够把我们的客服做到最好。 希望呢,在很快的未来,我能够看到我们新兴客运在大台北地区的客服, 是凌驾在首都客运之上,成为大台北连运公车业者的第一名。 借这个机会呢,与大家共远。 也预祝大家行车平安,何家安康,幸福美满,心想事成。 谢谢大家,谢谢。 明罗,恭喜明罗官请就位。